男人穿着品如的衣服满山坡都跑 紧接着又跪在地上 又泥巴糊了个大花脸 蹲子挥舞着木棍 下了罗慢慢紧人一跳 马上便掏出枪 往他身上招呼 蹲子胳膊中了一箱 还想爬起来捡武器 可接点几枪 让他不得不起身逃窜 一个穿着嘟嘟在前面跑 四个骑着大马在后面追 蹲子一口气跑到了坡边 还是被罗慢慢认了出来 蹲子扭身一跃 跳进了水中 罗慢慢见识 举枪对着水里就是一顿连击 直到水面上 弥漫开一团血色 众人都以为蹲子就这样没了 可转眼七年后 一个头戴斗笠的男人 出现在了布行里 一开口就要五指白布 紧接着又找到一家 带写书信 坚持算卦的小店 男人要做两件事 第一 请老头写几个字 第二 问一问老头 自己杀完人后 要不要去找七年前 定下王阿钦的对象 蹲子一别七年死而复生 自然是对媳妇的情况一无所知 老头告诉蹲子 要是非得杀人 就不该去找媳妇 那样只会害了她 老人家 您不必多言了 请为我写字 写啥 杀人者 蹲子 蹲子这七年是没少毒水火 终究选择将报酬放在第一位 可这漫长的七年里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媳妇已经嫁给了许望龙 成了许会长家的儿媳妇 而罗曼曼呢 也从当年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队长 升到了保安团团长 弟兄们 七宫县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了 王丝喝吧 我敬你来 祝你长命百岁 你长个龟头 你想让我当娃娃呀 喝你个快活得了 万万不仅升了官 连姨太太都找了俩 前不久又瞅上了第三个 还是个洋学生 如今就等着取过门了 快两天 别紧看我老丈母娘 老丈母娘看女婿 乐得像老母鸡 给她 给她 很快县里就办起了香楼会 罗曼们带着准三姨太白玉竹逛起了庙会 而托尔岭的土匪们 也要来凑热闹了 加密费 还要来凑热闹了